再也不要用其他炉子了 又麻烦又脏 看看我们的残火炉 30秒点火 什么都可以说 那是不是30秒真的可以把火点起来 来 朋友们 我换一个炉子 换个炉子 给大家来展示 看它点火简不简单 好不好 来朋友们 我们打个炉看看 看看称名是加什么残 可以加多大的残 12个门出 32个门长的大残 这个是一个比较湿的龙野树 好 关上炉炭门 上面呢 我们可以加点小的材块 小的材块 特别是新的朋友呢 要采业加多点 为什么呢 清欢孔在炉炭口 如果你加点少了 都会采进火进去了 会焦灭掉 会吹灭掉 好 我们还是用 手机充电宝 通过华为的手机控制线 连上无级调述的 五风机 把风机呢 调到中的主要的位置 中的主要的位置 好 还是用直接引火 拜拜 我们要大家在评论区呢 有什么好的建议 有什么东西 点引火呢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好吧 我们来来测试啊 来学习啊 来 朋友们 有的朋友说 后面的火那么旺 说是假火啊 你把裤子上 裤子烧干了 是吧 来 我们再回什么点火呢 看看是不是假火呢 哎 假火不会那么真啊 真火呢 就会 就也就不会假哈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给它上面放点营火柴 什么竹片是吧 这个是木片好吧 来 放点营火的柴 接下来呢 把风机呢 调大 调大 朋友们看看呢 刚开始点火的时候 是不是有底烟 这是正常的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炉头温度没起来 气化不完全 第二个呢 这些材在气化孔以上 它产生不得作用 好 为什么这个炉子 可以做到猛火又无烟呢 原理是什么呢 朋友们 其实呢 它是一个柴火气化炉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看 现在上面燃烧起来了 两个炉都烧起来了 那炉头好了就密封 炉头里面呢 就会形成高温 在高温密闭的炉头里面 下面的柴 会干流气化 会产生烟 烟会往上跑 遇到鼓风期 从两层炉头中间鼓上来的 被加热的空气和氧气 在炉头可能他们二次融合 二次燃烧 所以它就没有烟 这就是火火之光 磕虹无烟 猛火柴火炉 烟火非常简单 猛火又无烟